为了庆祝慈祭基金会57周年 志工们在4号上午特别前往花莲市清洁队 与队员们结缘自证了181份的授讨 来表达队员们为市区环境清静付出的辛劳以及协议 4号上午花莲市清洁队来了一群慈祭师兄师姐 他们为了感谢队员们平时为市区环境清洁的付出与辛劳 也庆祝慈祭基金会57周年庆 特别致证181份的授讨 希望队员们都能出入平安 这次刚好辛苦我们慈祭57周年 过去清洁队也很帮忙我们 我们就是要感谢我们清洁队对我们的帮忙 也希望大家都能平安 市长为家宴则感谢慈祭基金会志工分享喜悦 带给队员们祝福也颁证感谢壮 今天要感谢慈祭 那慈祭的师兄师姐 呃 带领了181份的集市手套 来给我们所有清洁队的弟兄来享用 那也是今天我们17周年 那我想我们慈祭这边会了解 清洁队的一些新党 那每一天在街上 不只是街上或是人间分类等等 那特别赠送了 其实受讨给我们所有的队员师 那也保佑他们在 不管在街上或是做任何的工作 都实时很难 此外5月14号 慈祭也将在花莲禁师堂和台北中正纪念堂 分别举办与佛祈福活动 志工们也邀请大家一同到场参与 并从中得到满满发喜 记者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